观察一下目前SE的小丑 杂技 拉拉队员 先知律师 三个人没有飞轮 这边而且没博命的 杂技不知道带的是个啥 这阵容打小丑多少有点难打 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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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不动 其实溜不动的这个阵容你们发现没有 没有飞轮就溜不动 足迹已经暴露 这边拉拉队员 推进器在手上面 你敢加速我拉锯 直接带你走 想搏一个震慑 没能成功 板子一踹拉锯 这个地方拉锯 拉拉队员交加速 进前面的板子 SE小丑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必中一刀的 没办法呢 这个位置短 板子太短了 这个口太短了 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 再补一刀 这边一个加速 那可以我张狂开技能 过来锯子压住 交闪 闪现鸟给上 可以 但是拖的时间不够 拖的时间不够 这个开局 先知鸟已经交了 穷者后续救人都是个大问题 救人都是个大问题 虽然说这边拉拉队员该牵制的也牵制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玩不动 然后呢 还给到了过多的存在感 小丑这边直接刷满二阶 外面马迹总量加起来的话 虽然2.7好了 2.7 杂技有没有博命啊 杂技有博命 也没有办法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就这 哎 有博命 有博命就是一个飞轮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甚至可以追波双岛 板子踹 那就不管杂技了啊 这边的话 先击到拉拉队员 保证在开门战之前先挂飞这个拉拉队员再说 二阶剧过来 根本走不了 人挂上 看先知想救人 算机子 密码机的话 现在就算是律师才能修掉 还差杂技一台整机 机子不够 机子不够 穷者这边的话 其实就可以救 但是不能扛刀 就可以救 但是不能扛刀 我来干扰律师的密码机 其实这台机子干扰也就这样了啊 也就这样了 因为你这边干扰 切插眼 这个机子有点守不住吧 先知掩护一手 这波插眼也插 杂技那边的机子是干扰不到的 那律师这边满血 能先倒一个吗 先倒一个 倒了个先知87的机子 拉拉队员手里面的话快要有双加速了 打我一刀律师 来嘛 我走了 你有本事来跟我抓律师 你跟我来抓律师 这个局 穷者就可以重整旗鼓 你抓这边的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 双加速卡板子 律师这边的机子能修开 不好说啊 这个窗一翻 四人开门站了 没进这块板 我得好好捋一捋 为什么刚才这个窗翻进去 没进到这块板子里面呀 这难道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因为这边求者现在全残 然后砸击倒的位置 其实是小丑可以去压住这台机子的 离的不是很远啊 把马克推进器出去 排个人 排到 四杀了 带转头的 这 绕过来 赢了 四杀 挡一躲一躲飞轮 开玩秘密码机 没有在动的 牵起来 哎哟 这吧 我倒是以为杂技的机子能修完的 怎么杂技的机子感觉慢了一点呢 主要还是那个拉拉队员那波距离上面差了一点点 他进那块板子板子一拍小丑这边没办法了 你必须踹板 踹板我这边进下一个交互点 等到进下一个交互点就 嘿嘿